世界上最小的头儿菜我还是头一次吃 大头儿菜都吃过很多次 这个小的还真没尝过 尝尝一不一样的味道 味道好像一样耶 但是它为什么会长这么小呢 它是永远长不大吗 还是说它是那个大头儿菜的小时候 我感觉应该是它永远长不大 就只能长这么大 里面芯啊梗啊什么 真的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全都有 配点万能的蒜蓉辣酱 看看怎么样 蘸酱菜 还不错 这个还挺好吃的 蘸上酱挺好吃的 我觉得它炒着吃是不是也好吃 正常这个都应该怎么吃啊 当水果吃 炸装 我们下来吃茶 然后就是那颗子 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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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